水壁仙女 換妳啦 我不知道 因為 大家講的其實我都做過 牙齒啊什麼我都做過 看得出來啊 妳不用講啊 回笑線我也做過 這靈異照片嗎 這個應該就是我之前 大家應該都知道就是打臥場嘛 對 打臥場其實很看醫生的技術 那而且妳打久了 這邊就會鬆掉 會慢慢往下掉 就是會越打越拋 所以就是 這是我還沒有打臥 還沒有打還有跟做的時候 就是看起來臉會比較兇 不會啦 對 然後這是做的時候 這才兇吧 這立腿 沒有 這好可怕 這很可怕 超可怕 這胸部級的 它內開然後用我的筋膜去直接做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打到一個心累了 打到已經變成眼袋了 越來越往下掉 然後這邊皮越來越中 皺紋越來越多 然後我就好心累 我就直接去做了 因為我覺得我打 我做了臥場以後 其實我有打過 我覺得我可能做長期的 是放什麼東西進去 它是用筋膜 對 哪裡的筋膜 也是我耳朵的 竹底筋膜也那種筋膜 屁股其實也有筋膜 就是我們的人的 很多地方都會有筋膜 就是放一個字 軟軟的 就是軟軟的東西 所以它這個我已經 這個應該已經一年了 對 然後這個已經 一整個月你臉都是這樣子 對 一整個月 一整個月臉就是這樣 因為我那時候又順便 不知道為什麼 我又用順便嘛 就做一個手術 順便用一下眼睛一下 就用一下眼睛 把眼睛 酸眼皮加深之類的 所以我的眼睛就是 一整個月是這樣子 我好焦慮 我那時候已經焦慮到 想說我眼睛也會變怎樣 結果還好 蠻漂亮的 就我回來了 因為消腫的時候 你還會一邊大一邊小 或者是大小眼 或者是怎樣怎樣 所以我那時候是 整個就是鬱悶在家裡 所以就是 我覺得手術就是 先變成鬼 再變成人 再變仙女 對 再變成正常人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剛剛那個 臥蠶要提醒大家就是 對 真的要提醒大家 如果 因為臥蠶其實也有 非侵入式跟侵入式的 兩種做法 就是你可以用微整形的方式 打針的方式做 那就會用像 布料酸這樣的材質 但是我都建議就是 一定要你平常就有 化妝習慣的女生 你再去打臥蠶 否則布料酸打的臥蠶 它會有一點點 透明感 透明感 透透的 會好像你在這邊有上 那個亮光高光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平常 沒化妝的女生 你特別去打臥蠶 看起來可能會有一點點 奇怪 而且剛打完臥蠶 就像他講的 怕胃移 有時候我會要求 患者要貼膠帶 你要貼著三天 把它固定在那裡 所以就會有人用作的 或是要用手推它 或是有人就決定 要用手術做 手術做它就可能放 液體真皮 就是別人的真皮 或者是放筋膜 我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有一個想法 也許可以先從 微整形的方式 你先嘗試看看 你喜不喜歡 那微整形的 剛剛講的 就是另外一個好處 是可調整 然後因為譬如說 你可能現在很喜歡 這樣的鼻子 你可能十年後 你不喜歡了 那你如果是做手術 你可能就是要 再做一次手術 那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當然可以當作 微整形就是 你是一個好像 試吃一樣的概念 那你真的覺得喜歡 你在考慮 是不是要做手術 這樣子 因為畢竟手術 成本比較高 然後修復的問題 這些都要考慮進去 對 還有研究性 那在牙齒方面 那個 蕭醫師有沒有要建議 就叮嚀我們的 我覺得其實就是任何的 不管是醫美 或是牙齒的療程 它都具有一定的風險性 任何的手術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找專業的醫師 然後給予你最專業的建議 因為每個人的狀況 可能都是不同的 對 當然 那如果你不確定 你可以多問幾個醫師的意見 然後自己再綜合評估 對 但是一定要選擇 最專業的醫師 然後一定要定期檢查 保養病的牙齒 對 好耶 對 好像固定的半年洗牙 對 就是好像健保都有給付 沒錯 是免費的 所以不管怎麼樣 你再美 你還是牙齒要顧好 沒錯 今天趙醫師 還有黃醫師 他們的詳細資料 你可以追蹤女人 我這邊的社群網站就知道了 謝謝兩位醫師 謝謝各位跟我們分享 恐怖的故事 謝謝 謝謝導播